她被一个男人按在床上 然后用手铐靠住双手 女人以为是男人玩的新花样并没在意 然而下一年 第二天女人的情夫珊姆来到医院 看到情绪崩溃的小三悲痛不已 希望她出庭作证将对方绳之以法 没想到却遭到小三的拒绝 因为她清楚昨晚是自己主动犯件 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而且一旦警察介入 会让她毫不保留地描述整个作案过程 到时候所有同事都会知道她被强暴的事实 即使胜诉了她也会因此身败名裂 永远遭到他人的非议和歧视 随后珊姆从警察口中得知 凶手竟是14年前被自己亲手送进监狱的强奸犯凯迪 当时珊姆作为她的辩护律师 出于对少女的同情故意隐瞒了受害者私生活混乱的证据 最终导致凯迪被多判了6年 在监狱的14年里男人除了每天强身健体外 还熟读了各种关于法律和心理学的书籍 出于后化身高智商变态杀人魔 企图对珊姆一家进行疯狂报复 发誓一定要让她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天珊姆正在陪家人看电影 一个毫无素质的观众出现在他们面前 肆无忌惮地点上一根雪茄 开始在公共场所吞云土 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即使珊姆上前劝阻也无济于事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换到其他座位 电影结束后珊姆来到冷饮店 结账时却被收银员告知已经有人付过钱了 珊姆转头一看 发现此人正是刚刚刑满释放的凯迪 正用色迷迷的眼神盯着他的妻子和女儿 脑海构思了无数种折磨他们的方法 珊姆见状急忙带家人离开 不料第二天凯迪像幽灵一样再次出现 发誓一定要让他体会到失去的感觉 晚上珊姆和妻子战斗结束后 妻子本想打开窗户透透气 突然发现一个变态正坐在墙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性感的身姿 妻子被吓坏了急忙叫醒珊姆 可当珊姆来到院子后对方早就消失不见 珊姆猜测肯定是凯迪在骚扰他们 回到房间后把他和凯迪之间的恩怨告诉了妻子 表示对方就是一个痛恨律师的强奸犯 前不久刚被刑满释放想对他进行报复 不料妻子听后不但不感觉害怕 反而想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二天离开前珊姆提醒妻子一定要锁好房门 如果对方再来骚扰就打电话报警 一个强奸犯不必大惊小怪 珊姆听后脸色瞬间大变 来到公司后和同事聊起了那起案件 原来14年前凯迪强奸了一名少女并将其打成重伤 珊姆作为凯迪的辩护人 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隐瞒了女孩私生活混乱的证据 最后导致凯迪被多判了6年 对于律师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珊姆认为凯迪是个文盲根本不懂法 以为这件事永远不会被发现 如今凯迪的突然出现让她感到一丝不安 强奸的快感 不知道是珊姆那方面不行 还是女人的欲望太强 另一边不知情的珊姆在半路遇到凯迪 企图用金钱对她进行补偿 希望她不再骚扰自己的家人 面对珊姆提出的金额凯迪不屑一顾 认为这些钱根本无法弥补她所遭受的一切 更别说妻离子散身败名裂 所以她一定要让珊姆体会到失去的痛苦 随后凯迪告诉珊姆这些年她已经熟读法律 有足够的实力和她进行辩护 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明明自己是个恶人 非要把一切过错怪到别人身上 就好比那些缺金少两的无良商家 明明是自己侵犯他人利益在先 还口口声声说自己生活 面对这种人渣珊姆无力辩解 只好回到公司和同事商量对策 这时妻子打来电话说家里的狗狗突然中毒身亡 珊姆认为这肯定是凯迪干的 立刻报警把她抓了起来 决定以私闯民宅毒杀动物为由将她送回监狱 可警方调查后并没发现任何线索 这让珊姆很是失望 看着她身上的纹身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 凯迪转过头露出一脸邪笑 因为她在监狱不仅学会了法律 还研究了心理学 杀死一只狗对她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根本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最后只能将她无罪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凯迪继续她的报复行为 无时无刻都注视着珊姆的妻子和女儿 珊姆被成功激怒冲上前对其大打出手 殊不知她已经中了对方的圈套 凯迪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趁机离开了现场 让人们误以为珊姆才是真正的恶霸 当天晚上凯迪主动接近珊姆的情人小美 准备用她的人格魅力打动对方 没想到小美比她还要饥渴 三言两语就被逗得心花怒放 无论如何今晚都要和她开车 想以此来报复珊姆对她的冷漠 然后就发生了电影开始的一幕 小美被男人按在床上兴奋不已 殊不知她现在笑得有多爽后面就有多惨 就在两人打得水深火热时 凯迪突然性情大变 一把扭断小美的胳膊 我生生从她脸上咬下一块碎肉 然后冲着脸上的伤口疯狂攻击 珊姆得知后准备赶往医院 妻子追上来好奇地询问她受害者是谁 珊姆为了隐瞒自己出轨的事实 谎称对方是个16岁的少女 不料这句话引起女儿的注意 一脸失望地说了一句 我的生日就快到了 仿佛期待自己是下一个受害者 看到这实在搞不懂导演想表达什么 难道美国人的女人都如此犯贱 另一边珊姆来到医院后 认为这是制裁凯迪的最佳时机 只要小美出庭作证一定能把她送进监狱 没想到却被小美给拒绝了 因为她也是一名律师非常清楚法官的手段 到时候会让她一遍一遍地描述整个作案细节 她看到过很多受害者因无法承受压力而崩溃 所以她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想成为别人的笑柄 和那些舆论相比这些伤根本不算什么 更何况如果这件事闹大 她和珊姆的关系也会公之于众 凯迪再次利用心理学抓住两人的弱点 当她逃过法律的制裁 珊姆害怕她伤害自己的家人 决定找私家侦探对凯迪进行秘密调查 随后侦探从监狱长口中了解到 凯迪在服刑期间曾杀害过一名育有手段极其残忍 警察知道是凯迪干的但又找不到任何证据 最后只能以意外事故草草结案 第二天侦探正在酒吧监视凯迪时 发现自己早就被对方识破 侦探见状立刻追上去威胁她离开这个城市 结果对方不仅不同意还将她狠狠羞辱了一番 气急败坏的侦探找到珊姆 建议她雇几个打手把凯迪送进医院 珊姆作为律师果断拒绝了她的请求 因为她知道这属于违法行为 稍有不慎就会把自己送进监狱 镜头一转凯迪找到了珊姆的妻子玛丽 把狗狗的项圈还给了她 直言是自己杀死了她心爱的狗狗 玛丽得知她是凯迪后极兴奋又恐惧 邀请她到家里大战三百回合 不料凯迪对她根本不感兴趣 记下她女儿的相貌火速离开了现场 晚上凯迪偷偷给女孩打去电话 谎称自己是新来的戏剧老师 邀请她明晚在剧场见面 女孩正处于青春期并没察觉到异常 对异性的关心充满好奇 三言两语就被凯迪哄得心花怒放 第二天放学后丹妮如约而至 终于在剧场见到了电话里的教授 她的微笑如同剩下的威风 让丹妮感到莫名的舒适 即使发现她就是父亲所说的变态也毫不畏惧 反而认为她比父母更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父亲就像个暴躁狂整天对自己大发雷霆 从来不让她观看小视频和彩色书籍 凯迪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将丹妮彻底征服 但她并没有着急上车 只是夺走了她的初吻 晚上回到家母亲在她书里发现半截香烟 意识到凯迪已经对女儿下手 山姆瞬间暴怒冲进房间 问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料丹妮却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表示她并没有强迫自己 只是单纯地想和她交朋友 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 为了复仇山姆按照侦探的意思 找来几个混混将凯迪暴打了一顿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凯迪很快被打得满地找牙 山姆偷偷在角落观察着 一切心中有说不出的快感 然而就当她准备离开时 凯迪突然来了一个完美反击 用自己在监狱练就的格斗技术 很快将几人干倒在地 山姆躲在垃圾桶后被吓出一身软汗 好在凯迪并没有上前揭穿她 这下山姆终于感受到对方的强大 第二天急忙联系王牌刑事律师 想让她以骚扰家人为由 帮自己申请一张针对凯迪的限制令 可让她乱乱没想到的是 凯迪已经抢先一步雇佣了这名律师 原来凯迪偷录下了山姆之前对她的威胁 在结合昨晚被人袭击的事实 以雇人行凶为由将山姆告上法庭 在强有力的证据下 最后判决对山姆实施限制令 不准她再靠近凯迪必须保持在500米以外 并举办听证会讨论是否要吊销山姆的律师执照 这一刻山姆彻底崩溃 没想到自己从业多年禁输得这么彻底 决定找把枪将她直接干掉 但侦探警告她如果杀人将会面临15年的牢狱之灾 凯迪一共才被判了14年 对她来说简直就是极大的侮辱 就在山姆不知所措时侦探想到一个办法 让她假装乘坐飞机前往听证会 凯迪误以为她不在家肯定会趁虚而入 到时候他们就可以以擅闯民宅为由将其击毙 山姆一听立即带家人行动起来 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向机场走去 到达机场后假装和家人告别走向登机台 当妻子开车回到车库后又偷偷返回家中守住待徒 给凯迪唱了一出空城记 此时侦探已经在家里布好陷阱 只要凯迪一露面就立马将其击毙 可他们并不知道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这是铁打的真理 他们整整坚持了两天两夜都没等到猎物现身 第三夜由于过度紧张 山姆产生了幻觉 仿佛看到凯迪就站在眼前 然而下一秒又突然消失不见 与此同事楼下的侦探因睡眠不足也开始摇摇欲坠 就在她放松警惕时小熊机关突然被触发 侦探以为有人入侵急忙起身查看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随后侦探来到厨房准备喝杯酒压压惊 发现保姆也在这里打水 然而就当她放松警惕时 保姆突然转过身死死勒住她的脖子 原来凯迪在他们不知不觉中已经闯入别墅 侦探拼命挣扎准备拔枪反击 结果却被对方摁住双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 山姆听到枪声后急忙寻声查看 发现保姆和侦探全部倒在血泊之中 这是山姆惊恐地发现 勒死侦探的工具竟是自己丢失的琴弦 而且手枪上也留下她的指纹 惊慌之际山姆脚下一滑不慎摔倒在地 浑身沾满鲜血这下更说不清了 山姆得知自己被陷害后彻底暴怒 捡起地上的手枪准备冲出去和凯迪拼命 好在妻子及时拦了下来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 山姆只能带着家人连夜逃离 途中她对警察打去电话说明情况 可在证据面前警察却把她视为头号嫌疑人 山姆不可能回去自首 决定在他们找到凯迪前隐姓埋名 可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凯迪就像幽灵一样正躲在他们的车底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叫恐怖角的地方 采购大量食物后租下一艘游船 然后开向丛林深处在一片极其隐秘的地方停了下来 以为这样可以摆脱凯迪的追杀万事大吉 晚上一家人正在享用晚餐时外面突然吓紧暴怒 小船在狂中的作用下不停摇晃起来 山姆见状急忙到外面检查船毛确保万无一失 不料就当她准备返回时 突然被凯迪一把勒住将她拖到船底 几秒钟过后山姆彻底没了动静 可想而知裸脚的威力到底有多恐怖 随后凯迪冲进船舱 撩开衣服向母女俩展示自己的实力 保证几分钟内让他们舌战莲花 妻子假装挣扎几下后放弃了抵抗 任凭凯迪在自己身上释放兽性 终于让她感受到被强暴的快感 进行到一半时凯迪突然停了下来 认为她的计划应该不止这些 一定要让山姆亲眼看着她强暴她的女儿 紧急时刻玛丽急忙向她坦白 表示从一开始她就幻想着她犯罪时的感觉 知道她这14年失去了很多 现在她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希望她把所有兽性全部发泄到自己身上 千万不要伤害她的女儿 凯迪被整得一脸猛逼 难道这就是书上所说的 年少不知少妇好错把少女当成宝 若是当年能回头祖孙三代不用愁 凯迪被感动后准备点上一根雪茄 和她大战三百回合 女儿感觉受到侮辱 拿起一旁的酒精喷了上去 山姆得到喘息的机会准备驾船跑里 结果刚起身凯迪就像杀不死的小强一样再次出现 虽然被烧得面目全非 但战斗力丝毫不解 以地狱使者的名义审判山姆当时所犯下的罪行 如果她当时不选择违背职业道德 向法官提供女孩的心爱资料 就可以帮自己免去牢狱之苦 所以她必须让山姆体会到失去的感觉 此时凯迪复仇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威胁山姆的妻子和女儿脱掉衣服 跪在地上承认错误并向自己求饶 然而就当妻子准备动手时 游船突然撞上礁石将几人抬抬 山姆起身后赶紧带着家人逃出船舱 不料当她准备逃跑时突然被凯迪抓住 经过一番打斗后 山姆趁凯迪不注意把她的脚套在栏杆上 这时游船在海浪的推动下不幸撞上礁石 船体在强大冲击下瞬间被撕成碎片 镜头一转山姆和凯迪全被冲到了岸边 凯迪被手铐牢牢锁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山姆见状举起一块石头准备将凯迪活活砸死 不料当石头落下了圣角 一个巨浪打来将凯迪再次卷入水中 和甲板一起慢慢下沉直到完全被河水吞噬 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救赎还是恶魔的惩罚 山姆看着沾满鲜血的双手感到恐惧和不安 虽然一家人成功获救 但看着沉入水底的凯迪内心满是愧疚 藏在心底的罪恶感如同鬼魅一样 无时无刻吞噬着他们的心灵 但目前他们应该更关心的是 该如何向警方解释侦探和保姆那两起命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立不凯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立不抗血